新西蘭單日新增9個人確診 政府決定強制搭公共交通工具必須戴口罩 俄克蘭的封鎖措施就延長至未來的星期日 其中8宗新增病例是本地感染 全部與早前確診的病例有關 新增病例連續3天維持單位數 俄克蘭月中開始的封鎖措施 原本星期三間滿 現在會延長多4天 上舖和學校至下星期一才可以重開 另外又規定防疫境界二級或以上的地方 據聞答公共交通工具必須戴口罩 也即是暫時全國適用